大家好 今天播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台相機的修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相機 它有哪些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快門的部分 快門的部分是正常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卷片的地方 因為據說它卷片出了一些問題 這邊卷片不會動 有時候會動 有時候不會動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 我們先開始了 開始來拆解它 來看一下它的狀況 因為通常卷片不動 它不會那麼單純 這個齒輪目前沒辦法帶動 應該是這個彈簧需要換掉 然後 好 那我們就來 就來拆解它 就來拆解它 我們把底部的螺絲拆掉 拆掉之後呢 小心的將它 小心的將它拿下來 小心的將它拿下來 我們先看一下底盤有沒有什麼 液狀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 我們先轉一圈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目前的狀況 轉一圈 這需要再把它推回去 再把它推回去 我們來留意一下 它這個凸錢 凸起來的點 凸起來的點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不太對 這個我們要把它換過來 我們可以先 做一下 讓大家知道為什麼這個位置不太對 因為這個位置 它的防袋機構就無法啟動 快門會一直捲片 好 我們先把這個軸拆下來 先處理一下裡面的彈簧 裡面的彈簧已經 不太OK了 我們將它換個新的 好的 如果你們要做不到 就不可以用這個的 如果你們要做到的 這就是些著了 我們不太好 就不太簡易問了 我們在做什麼 可以自動的 就可以做得到 文化 在這裡 我們不太快 你不太看 刀削掉 找個適當的彈簧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的彈簧的規格並沒有要求的非常嚴謹 最主要是它一定要有固定的 彈性也不能太大 然後以及距離 這適當的彈簧很好找 這個地方稍微比較不好安裝 我們把錫字口再鎖回去 我們來試一下為什麼剛剛說這個位置這樣子是不對的 請給我來試一下 起雞 是 快點 字幕 李宗盛 裝上去 這是剛剛他的位置的情況 我們來試一下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先不要裝 我們來試一下讓大家看一下為什麼這個位置是不對的 我們暫時先把他鎖幾顆螺絲固定一下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OK,他現在有轉動了 但是這裡出現了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一直上片他一直會轉 因為 當放開來的時候 這裡本來應該要擋住 但是他卻跳下來了 這個 這個PASS ERROR 這PASS 安裝錯誤 這PASS不能這樣做 他應該是要不會動的 正常這樣沒錯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要多按了一下 他會繼續捲片 所以就會有空白片出現 好,這個地方 我們要一致把它 一致把它 把它修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先假設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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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正常的 OK 他快門要按得很深 這邊才會跳下來 來 來 這個是 Volanda這種天線機比較常見的問題 有時候機構磨損了 之後 就會有這個問題 我們先看這裡 HERE SHUT IT STOP 好,他已經開始了 但是我必須要 再按下去一點 這裡機構才會啟動 因為這裡機構如果沒有 沒有讓 如果沒有讓他放下來的話 下一次啟動就會變空轉 這裡等一下我們一起解決 對 好 因為今天也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們就盡快的 來處理 這個月比較忙 所以這個月 比較沒有空來拍視頻 好 我們這個走要把他拿起來 這個走 這個走應該是有人把他裝錯啦 我們把他 轉個180度 轉個180度 他這個問題就可以改善 OK 我們要先看一下有沒有 其他的問題 接下來 快門按過深的情況 我們在這個地方要多加了一個零件 讓來改善快門會按太深的情況 我們又要拿出我們的白寶箱啦 因為剛剛看他按太深的情況 沒有 沒有很大 所以應該是裡面的零件 再添加一個小珠子就可以啦 我們用1mm的珠子來 代替 這個還不需要用到 大顆的珠子 因為如果用到大顆的珠子啊 會有一個情況就是 也許你按一半 快門沒有擊發 但是他快門已經可以轉動了 那這樣子如果 在一般收片的時候 沒有拍收片 在放開上面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去轉動 所以我們放一顆小珠子就可以了 他的直徑大概1mm 就讓他 按下去的時候 能夠 呃 能夠把快門的擊發跟 跟這邊的釋放會比較接近 OK 那我們 我們 我們來 把他安裝上去 我們先安裝推片鈕 這個地方其實 安裝不是每一次都可以非常順 也是常常有需要安裝很久的時候 我們先把他打開來 要注意一下這邊是不是有安裝上去 OK OK 好 這一次還蠻順利的 我們先 先鎖上兩顆螺絲 或三顆螺絲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送開來 中文字幕提供 這邊在快門的連動桿安裝上的地方比較不容易 因為常常會有沒裝上的情況 這個地方要比較耐心 OK 好 應該兩個就夠了 OK 好 我們來檢查一下 我們來檢查一下快門 好 到我們按下捲片的時候 我們來看 先檢查一下快門按下去 剛剛那個珠子有沒有動作 啟動快門 我們啟動快門的時候 這邊的齒輪剛好做釋放的動作 好 我們再看一次 好 這邊跟這邊 好 這邊 這次這邊先 這次這邊晚一點 OK 它們的啟動動作要盡量接近是越好 好 因為原本它沒有放珠子的時候 這邊啟動動作必須要壓到很深 那壓到很深呢 有一個情況 就是這樣子 假設沒有壓到很深的時候 好 來 這邊 我按一下快 上片給大家看 這時候上片正常是要捲片 但是 這時候上片它就沒有動了 OK 好 所以它必須要彈下來的時候 上片才會動 它要彈下來 它上片才會動 這樣才是正常的情況 好 所以這個機子 這根桿子裝錯了 好 以及一些零件也需要添加 這老機子難免都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看它的防呆 好 剛剛一直按它會一直跑 現在按第二次 會不會 好 它已經 它已經鬆開了 好 它快滿已經鬆開了 好 這也是剛剛原本那支跟桿子放錯的原因 好 這時候房呆機構才有啟動 這安全機制 OK 好了 那我們 把它部分修好了 這個也是 這客戶原本 的問題 我們解決好之後 趕快把它 頂件裝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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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好意思 剛剛上頭的燈沒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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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比較亮 好 這就是鎖住了 白蘋果 好 打開 把技術盤 安裝上去 第二 оп捏 之後 錵片 你只是個正式盤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一下技術盤的運作 剛剛技術盤把它卡住了 好,好 好,在安裝的時候需要注意非常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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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它鎖緊一下 OK 完成了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就是把 機身以及鏡頭稍微清潔一下 我們先清潔鏡頭 好 把相機上面的油紙 把相機上面的油紙 還有指紋 擦一擦 然後後面的鏡頭也擦拭 這樣就完成了 好 好 好 我們在 最後再check一下 好 上片 好 退片 按下去 OK 它就不會 好 再上片 OK OK 正常了 好 我們把後蓋蓋上 Molanda的天線機系列 也算是還蠻有名的接種 在城裏 太蒜蓉 好 你 對 十幾 感谢观看